可能我自己的性格也是 一天就不做 要做做No.1 2009年10月2日 簽第一次的買賣合約 落筆簽 買入就北國書局大一號 買得進來我當然覺得便宜 我才會買 貪汁得過8家 第一間店就是這間店 花膠廁加上這個小腸 那時經紀就跟我說 這餐門面整20呎闊 買一送一 收到屋宇宙的訂單 原來是前面拆了 整個門面由20呎到10呎 就這個2009年10月2日 740萬買入第一間店 回到香港 當時Facebook 阿里巴巴 這些全部都沒有 就決定不如搞一間網吧 搞一間美容院 腳底摩 搞一間補習社 但發覺有沒有一些中介公司 可以有10盤的茶餐廳 介紹你 20盤的補習社 介紹你 30盤的網吧 去介紹你 去買入 但原來沒有人做這些小生意 後來決定 沒有人做 就自己做 就變成香港第一間 專門做小生意買賣 叫做 Business Broker 的生意中介日 0607年開始 很多這些人 賣了一盤生意 沒有東西做 就專門創立生意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 Business Broker 生意中介日 成為了這個 Business Builder 專門創立生意 買給創業者 前程後 我們開了78個 小生意 當時是全香港 No.1買賣小生意 Business Broker 下一個目標就是 全香港No.1 二的時候 買店 三的時候 就整理好店 四的時候 找一個好的租客 幫他做多一點的生意 五的時候 就敷了店 六的時候 就賣了店 就是他收了服務 重複再重複 這個基金就是 我們不斷地重複 叫重複目標就是一千千 做生意 你不可以吸引1%的人 你要吸引 外面的99%的人 就是有錢 都沒想過買店的人 就是Business Broker for those do not Enjoy buying shops 我們公司 就是專門做這個 買店 不Enjoy買店的人 為甚麼成為一個基金公司 因為買店很煩 我給他三大優勢 一 買店不用煩 二 分散風險 因為買一間店的時候 買錯位 你可能會失敗很多 但是我們可以 基金分散風險 和第三的時候 希望長遠提高回報 全部人在香港 投資開店的時候 就因為很容易知 未來 全部都掩蓋了店 但我們就繼續 在營業點數 我永遠都覺得 無論世界怎樣 末日都好 人經常都問我 未來經濟環境怎樣 香港前面 我收到西馬 接收到營業務 出職 對著行動派 跌進井裡 都好 就繼續打翻出來 是中文園有機 有意料 有意料 有意料